据海外网6月2日报道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贵阳出席金章国家外长视频会晤 王毅表示 巴以双方应当为重启和谈积累条件 以色列方面尤其要采取更多可视行动 包括停止拆除巴民众房屋 停止驱逐巴民众 停止扩建定居点等 以取信于巴勒斯坦人民 从国际社会的角度看 有影响力的国家应当在劝和促谈 人道援助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采取更实措施 王毅强调 巴以两国应当在两国方案基础上 实现巴勒斯坦问题的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两国方案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 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 拥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5月25日 约旦、埃及和伊拉克三国首脑举行会议 重申三国支持以两国方案为基础 解决巴以冲突 5月30日 以色列外长与埃及外长举行会谈 埃及外长重申了支持两国方案的立场 发以冲突70年 历史已经一再证明 打是打不出和平的 谈也谈不出和平 只要以色列不放弃强权及功力 不放弃蚕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以牺牲巴勒斯坦人的利益 为犹太人谋利益 就不可能得到和平